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为数极少的 得到乌图南金传身上的迪迈成传者 他出身中医世家 武医监通 多年来潜心研习太极礼法 不适张扬 含须运吉 深得太极用嫁 太极内功心法精髓 跟太极结绝有点偶然 我小时候就喜欢武术 但是一直没有缘分找着老师 那会儿六八年的时候文化革命 就是已经停科闹革命了 停科闹革命的时候 但是每天我们有习惯到学校去 就有一天我跟一同学走 迎面来一位老先生 就是乌图南先生 他走路的样子跟别人不太一样 你看一半 他头这样就掉着 人跟飘似的平着往前走 我说老先生这个比较怪 他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们同学正好跟他是邻居 他说他是练武的 他说他那会儿是北京市武协的副主席 我同学就说他是在天文馆那儿教权 天文馆在我们学校的前边 我们是56钟 他中间就一个铁道 每天他是在天文馆的前面的广场 就是前面有个台子 在那边的售票处 这边的台子 他来那教 然后他是离不强 然后进去是后边的花园 我每天就到黎文的这边 看他脸 看他教 但是我就一直在那看 看了大概三个月 就每天去 吴老他就注意上我了 他有一天他叫我 他说小孩你过来 他说你在这天天看干嘛 我说我想跟您学 他说你想跟我学 你怎么不过来跟我说 我说您不教小孩 我不敢跟你说 他说你过来吧 我就过去了 从那以后开始跟他学台积拳 在身体不好 就让他先交参内供 家里边内供 后来他去拜的吴建全 因为他们家 跟建全先生 他们家有试交 其实 所以他那会儿就 小头就跟建全先生学 并且他也学文 他不是关心学武 他研究中医师 跟一个御医叫李子玉 学的 他学的专门治疗病 他其实特别聪明 我觉得他跟着这些人以后 就想理出这么一个 比较清晰的脉络 就比较重视搜集资料 他第一个 他把历史给他理了一遍 第二个 他把他所学的东西 系统化了一下 我们现在等于是 列所练的这些东西 都是他系统化以后的东西 他在那个84年的时候 他在那个武汉那大会上 他有一个报告 他有一个 这个他以前的四种功 他把他这个四种功呢 是招功进功松功弃功 这个是他总结出来的 所以那会儿 小和先生教他功的时候 或者是这个 宋淑明跟他说功的时候 弄的功呢 他不是一个系统的东西 他是一个 这个比较乱的东西 然后呢 他这个 他给整理了 哪个是孙功 哪个是进功 哪个是气功 他整个给整理了 哪个是招功 招功是什么东西 后来呢 他就比如说 他就总结出来四种打法 通过这个四种功 他就他出来四种打法 他说就打的时候 招打进打气打神打 他这四种打法 在37年的时候 写过这个一个 他以前用家 他又在那个用家续稿里边 渗透了一些 是这里香港的 整理所 工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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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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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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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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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觉它叫自在重结 就一出手就得把它重心给低了起来 第二下你打它 就基本上是同时就打上它了 所以它胯架很快 360动作它两分半钟之内练完 这个东西它必须得松得特别透 要不你速度上不去 你只要特别松的时候 状态下的速度才能上去 并且它要求气转起来 它那气特别流畅 它基本上跟翻那板似的 其实每个动作都是这么来的 当时有一个形容叫少侯先生变脸 他打的叫架子变脸 他七情六欲都在脸上能体现出来 他为什么能变脸 他不是他叫变七情六欲 他是不受控制了 不是故意做出来的 出去的时候他叫视足 就像老虎 要铺东西的时候 对 他一定 收到一起 团在一起 他续起来 续劲 对 把它续得特别好 一下才能一铺而就 然后像老鹰一样 他你往出抓石的时候 他不是鼓子翅膀 他一下缩起来了 他这样速度才能快 刷一下 闪电就下去了 其实他说 治療重结那一瞬间 它叫发芽 发芽不是那苗了那发芽 它是那扣那板筋 它过去那奴 过去那奴才有板筋了 板筋是扣着这个 那弦 这个地方 这扣的弦叫牙 它只要一扣 啪 这个牙一倒 那灯一下出去 你把那个 全架里面 把这些东西慢慢都得体现出来 气呢 它完全是这样 它分这个内气外气 它所以动的 说它有一不动的东西 内气不动 它里边有核心的东西 它定的 它以前里面有一句话 叫静中触动 动油镜 其实很多人把那个动油镜呢 说成好像还是在镜 其实不是 它应该是还是讲 它把那个 把动的东西引起来以后 它那个地方还是镜的 李道子说明歌里边 有一句话叫 拨海翻江 全清合径 然后拨海翻江 它是 虎吼元明 全清合径 拨海翻江 尽心立命 内耳师爷 他说 这拨海翻江 是外气 就外边 你动的这个气 是让外边的气来回转 然后 那核心的那个气 它没动 所以它有一个 全清合径的东西 无形无相 什么是无形无相呢 它是气 才能无形无相 它是一种暗物质 它不论 它里外边的气 跟身体里边的气 都是看不见的东西 是吧 但是这个东西 它确实存在 它英物自然 等于是 它不是 你怎么来 我怎么走 它不是我准备好 怎么走 它是随着它那个 自然的 怎么做 它是用条件反射 就这个西山玄庆里边 有一个暗语 你查《山海经》里边 有一个句话 叫西山 它那原话就是 西山有 有 有 对象石头 西山之石 积之如庆 你现在就像听那颈一样 啪 你得听那一声 你只要一听 你以后有机会 静下来 就是听那一声 你听你身上 你身上毛孔就 就张开了 就张开了 它这样的时候 它那个气就流通 你不用打快架 打慢架 它气都是流 就是容易流通 虎吼原名 其实不是发声发力 所谓虎 那它这个 中医呢 它可以往前推 虎是什么呢 它是虎 是白虎 白虎是 这个属于西方 西方是肺 肺精 肺所归属的地方 是吧 肺主什么呢 肺主气 所以呢 虎白虎 虎是气 原名呢 是当然是 就是新鲜意 它应该是神 是吧 心神 所以它 所以它心神是 心和气的一种配合 它练出来的时候 它叫抓拿结婢 这出来的东西 它是伤人的 它不是 它不是发远 它虽然 它家里边有 它有 这个 这个抛制手 有杀伤手 基本上 筷架里面 大部分都是杀伤手 所谓抓筋 闭血 断脉 结膜 它等于是 它通过一些 它说 它以前没有钢练法 其实 它以前有钢的劲练法 像我们练 斩钢截铁 它是一种专门 其实就是 钢练法 就是 这个胎拳 它得讲气 它讲气的时候 它为什么 它跟快架 跟用架 它是两个系统 这个快架 不是属于你 把慢架打快 就是快架 它的整个发进方式 出手的方式 跟你呼吸方式 它都跟你 这个慢架不一样 慢架 它等于是 呼吸 是自然呼吸的 它是用鼻子 自然呼吸的 然后这个呼吸渐渐的 应该还会改变 它比如 施爷那会说 伸长细云 气沉丹田 都是自然的 但是你不能去管它 我们一般通过练功以后 它呼吸方式改变了 一般是开合呼吸 之所以施爷 它有一句话 叫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的时候 它是通过什么呢 它这个 比如说 它我们叫松骨 松肉松筋松皮 从里边开始 慢慢一层一层一层 给它松开 跆拳法说里边 特有一句话 双清跟双沉 它是对的 什么是双沉呢 你气能够放松 沉下去了 你上边自然就轻 你整个人呢 它是这个状态 你不是两个往下松 我全都这样下来的 它松起来的时候 这儿松起来 这儿起来了 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跆拳里边有句话 叫腹内松净气腾燃 什么是腹内松净呢 它是 其实是腹内松净的时候 气是往下松到干净了 丹田这个地方 你往下松干净了 你别在这儿聚着 松到干净了以后 到脚上还是干净的 然后自然有东西 就是双沉出来以后 双清马上就出来了 有了 有了 和脚噢 因此 这是